大家好,我是欣宇 我们呢,现在在青海 今天呢,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 我哥和我嫂子呢,他们回东北 我呢,回赛德的厂家 我要把车呢,还回赛德的厂家了 我要把车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有句话说的好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鸡脚嘎啦都蹭一蹭 其实厨房呢,还是挺难收拾的 因为呀,我们每天都做饭 油盐呢,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都不怕水 还是挺好收拾的 现在厨房已经收拾好了 我觉得我收拾还是挺干净的 现在再收拾一下储物箱 再把它储物箱好好收拾收拾 这个车呢,目前到我手啊 已经开了一万公里了 将近 那,把这个车还回去以后啊 厂家打算超大力度的优惠 把它给卖出去 所以呢,我要把它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让下一个车主用着放心 舒心 我们现在已经收拾完了 马上就要跟我哥和我嫂子分开了 我有一部分的东西呢 都已经放在我哥的车里了 我的房车呢 现在已经收拾好了 这些东西啊 到时候我就直接 快递的快递 我哥和我嫂子要奔这边 从内蒙回到东北了 我们东北见吧 拜拜 现在车已经没有油了 我找个地方,加点油 现在已经到加油站了 这块的油是多少以上 这块的油太贵了 就先加三百了 我哥还有我嫂子 我们已经出来三个月了 比不定一分开呀 感觉还有点不舍得 没有办法呀 青海到扬州查了一下 是两千一百多公里 我是打算在高速上跑 大概得三天能到 我也就不下高速了 青海湖这边还是挺美的 两边呢 全都是花海 特别的好看 但是啊 今天我也不多停留了 着急赶路 出发吧 我今天已经开了 二百五十公里的路程了 越往这边走 越热 我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服务区 现在打算要睡一会儿 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拍空调 午睡一会儿 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呢 我会一直在高速上 吃住都在高速上 一直到扬州 今天的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一期见吧 拜拜 睡觉